嘿,大家好,我們選右組,我是阿神Lucky,我們來到我的Studio 今天沒點怪物歷史書,然後在今晚我們還是要翻開我們的怪物歷史書二週末 就在這裡,馬上今天翻開連和尚都沒有 現在我們在我們的學姐一悄悄的面前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從一週末的學長變成學弟了 嗯...小昨天在看到就是...我拿到了他似乎關於他的文件的時候 他非常生氣的就把東西搶走 然後變得不是那麼可愛,反倒是有點恐怖,而且背景的音樂 還有那麼一點點的恐怖,小那不是你發出來的聲音吧 嗯...在上集Episode結束的時候,在讀完這幾封信之後 我這邊跑出了另外一封信 好,我們還是不要亂走動 平常沒有事的話就在那約定不要亂走動就不會被嚇到我 似乎是什麼安全報告的樣子 要認真看看嗎?好的 關於小島原事故報告 10月6號,本校二年級學生小島原被發現在學校的樓梯間是... 為什麼又是樓梯啊? 這學校的樓梯很恐怖喔 根據法醫的鑑定 死因是因為頭顱遭到硬物撞擊所導致內出血 小島原的死亡時間可推測為前一天傍晚到半夜這段時間 因為10月5號是星期六的緣故 所以小島原的具體死亡時間目前暫定不能判斷 不過,根據屍體的狀況 大致上可以認為這個時間是一個單純的意外 如果各位Bob們還記得的話 在一週末的時候 小島原應該是死在我們二週末剛開始的那間 裡...學生會教室的那個地方 我們還記得在他的腸胃裡面找了一下鑰匙呢 感覺非常噁心 最近發現屍體的是比小島原第一年級的三本愛子 兩人是鄰居關係 所以三本愛子之後也是死於...死於那個樓梯是嗎? 唉唷,樓梯真的好恐怖喔 各位Bob們下樓梯一定要好好走路 要記得扶八手 之後關於這些理賠方面的內容 咦?小島原 那不就是剛剛才報紙上面 不對,剛才那張紙上面提到的名字嗎? 這座學校到底發生過什麼啊? 嗯? 咦? 學姐不見了 小咧? 喔 等一下,他剛剛是不是移動了這個史上 我覺得這個地方真的越來越詭異了 好,我推測小可能是從這邊走過去我沒有看到 好,希望他真的是,真的是我認識的小 而且是個活人 那個,學姐 阿,阿喬 好的,回復正常了耶 這個雕像上面似乎寫了寫什麼字呢? 字什麼樣的都好啦 剛才,咦? 剛才怎麼了嗎? 剛才,學者你搶走了 剛才怎麼了嗎? 不 沒有寫 還是暫時標題 剛才的事情比較好 話說回來,雕像上面寫了些什麼東西啊? 就在雕像的底座啊 給你去看看吧 雕像彷彿都會隨時移動 一般 他剛剛就移動,他剛剛 這雙子牙分手的時候明明就在左邊 就在寶拉的那個左邊啊 嗯? 座位底下好像寫著些什麼字 請把 杜莎夫人帶來 字的旁邊有一個 畫光形狀的凹槽 杜莎夫人 杜莎夫人是誰? 喔 他在指畫是不是? 畫上面寫了一方小小的字 夫人旁邊的畫 不會是夫人 似乎可以取下來的樣子 要把畫取上 喔 所以我們要判斷哪一個 喔 我們要判斷哪一幅畫才是 才是杜莎夫人是不是? 喔 我最討厭 最討厭 最討厭這種東西了 解謎欸 戴安娜小姐某一側的人 什麼都沒有 嗯 所以戴安娜 還是戴娜 還是戴 所以應該是她 她是戴娜小姐 嗯 左右是以畫像 面相 面相 超標準 我是怕 欸 她是先生 喔 某一側 連畫都沒有 某一側連畫都沒有 應該是她 對 因為她的右邊 沒有半幅畫 所以她一定是戴安小姐 拉文克勞小姐 某位夫人 都喜歡 和某位夫人 都喜歡 下面的位置 她是戴安小姐 不是我們要找的 所以 確定不是她 呃 所以 呃 我看一下喔 戴安娜小姐 某一側什麼人都沒有 好 所以這幅畫告訴我 她是戴安娜小姐 她告訴我 呃 勞文克勞小姐 和某位夫人 都喜歡 下面的位置 所以這兩個人 其中一個人是 勞文克勞 另外一個人是 不知道是誰 那這位說什麼 夫人旁邊的畫 夫人旁邊的畫 不會是夫人 夫人旁邊的畫 而我們的畫上要 要杜殺夫人 所以 呃 這個人是 先生 她是先生 不是夫人 那你是 我不知道她是誰 呃 比利夫人 就是戴安娜小姐 旁邊那幅畫 比利夫人 所以她是 比利夫人 你是比利夫人 對 欸 我是米歇 不對 這樣我的線索 都斷掉了 我旁邊一幅畫 是安妮小姐 呃 好啦 我就猜是底部的 這兩個其中一個 好啦 反正選錯的話 會怎麼樣子嗎 取下來嗎 好的 得到了 讓人不舒服的岩畫 就這樣子嗎 然後給 給小是嗎 徐姊 你知道誰是杜莎夫人嗎 做蠟像的 這個雕像似乎 找杜莎夫人有事呢 不過 現在只有美杜莎夫人 喔 現在這裡只有美杜莎夫人而已 美杜莎夫人不是 神話中會讓石化的 石化別人的怪物嗎 怎麼可能會出現在這裡啊 學姐 關於剛才你多種 說過不要再提了 我決定 還是不要再去問了 看能夠把人 石化的美杜莎夫人 真的在這裡吧 阿巧 喔 也會說一些難懂的話呢 總之 先找找看看這邊有沒有杜莎夫人 這類的東西吧 所以要把畫給她是嗎 呃 你指的是 這幅畫嗎 呃 把從牆上取下來的畫 放到雕像的底座 喔 你沒有事吧 呃 勉勉強強 難道是 我的畫選錯嗎 再考慮一下 啊 啊 啊 這選錯太 還是可以一直選啊 麻煩你拿下來了 你給我閉嘴 呵呵呵 然後再給你 呃 好 這給你 驚嘆號 喔 選對了喔 還真的是他喔 呵呵呵 莫名其妙 喔 學姐 旁邊似乎還有一個房間呢 啊 那裡應該是美術教室的儲藏間 儲藏間 他們都不覺得雕像會移動很奇怪嗎 嗯 裡面放著一些 石膏模型啊 鋼琴啊 或者是床鋪之類的東西 似乎有奇怪的東西混進去了 而且還占了三分之二 呵呵 啊這樣有興趣的話可以過去看看 嗚 嗚 寶拉掉下海了 寶拉你不要嚇我啦 嗯 這邊有存檔點嗎 徐姐 這個地方是美術教室嗎 嗯 是的喔 那麼 那些在紅色的痕跡 都是原料對吧 不要沉默啊 這種時候就算是騙我 拜託跟我說這些紅色的東西是原料吧 呵呵 這些東西當然是原料啊 阿翔你不僅膽小 而且還會說一些奇怪的事情呢 呵 明明是原料還這麼嚇我 是不是你也太壞心眼了吧 還會講別的話嗎 喔 又講回一樣的話了 好 呃 老實說到現在我還沒有找到存檔點欸 好啦我們要到寶拉的房間去看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這裡就是美術教室的儲藏間嗎 怎麼跟我第一次來的地方不太有 噢 呃 你也在存檔嗎 好喔 所以我存一下檔喔 寫記錄 存在這裡 這邊有一封信我們看一下好了 把紅色的顏料 拖到 雕像身上 便能 喔這裡 似乎有點恐怖的樣子 雕像底座似乎有寫些什麼字 不過 看不太清楚 這邊有個鋼琴 這是椅子還是床鋪 那邊有一個怪物欸 帶著綁人用的皮帶的椅子 這是那個 形形用的椅子吧 這樣的椅子到底是做什麼用的啊 這邊是電源開關是不是 似乎可以拉動樣子 稍微拉拉看 好的 嗯? 剛才是什麼聲音 看一下好了 沒有看到什麼東西啊 啊 還是那裡有床鋪欸 為什麼美術 為什麼美術教室裡面會擺著一架鋼琴 稍微 彈彈看 好的啊 欸 他走出來了 欸欸 欸有人在看你 啊 大腦稍微慢了半拍 才注意到一把剪刀 插進了我的肚子中的事實 相比疼痛感 為不湧上的有心感 更令 更令我難以忍受 喔 前面的黑影似乎在嘲笑我的囧精一般 把剪刀從傷口拔了出來 紅色的液體 從創口中噴了出來 輸送氧氣的重要物質開始大量喪失 我的意識就這樣子逐漸消失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說 不要在有關物的房間裡面彈槓琴 只要你彈的鋼琴其實還不錯 可能不符合他的胃口 突然死亡法 好的 我覺得 我們看一下提示 真遺憾啊 就在這裡死掉了 其實密提並不怎麼難喔 所以這個提示 也是直接複製貼上的 喂 呵呵呵呵 但我發現他那個提示跟 呵呵呵呵 跟一宗目的那些提示其實蠻像的 呵呵呵呵 他就 就在馬上寫進去了 真覺得這遊戲的細節真的做得很好 呃 唉唷 可以搬動欸 搬動他幹嘛 拖回去 呃 喔 我們可以把他擋住對不對 喔 我們把他擋住 他出來我就可以彈鋼琴了 這是一個很想彈鋼琴男孩的故事 好 我決定 這樣子推好了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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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其實這樣一直推過去就可以了嗎 好 不准出來 好 我要彈鋼琴了 呵呵呵 好的 嘿 嘿 嘿 這樣不公平啊 等一下 這樣 這樣怎麼不公平 呵呵呵呵 欸唷 呵呵 我忘了他是怪物齁 應該 穿透一些箱子應該不是什麼困難的問題 可是那為什麼之前怪物又不能穿透門 這太不合理啦 這一定是很大的一個bug 呵呵呵 看樣子箱子應該不是擋住他用的 那箱子是做什麼用的啊 咦 嘿 要查看提示嗎 算了 哇 我已經死了兩錯欸 這個地方 一定有什麼東西 動動擋他身 請問能不能在這個地方卡住 讓我思考一下 這邊有封信 紅色鈴料 破到雕像的身上 然後 這邊還有一封信 我看一下好了 似乎是從筆記本上面撕下來的一頁紙 要認真看一下嗎 好的 也許是什麼線索度欸 明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伴隨著 6點5分 從隔壁船的鋼琴升起床 6點05分 不知道現在是幾點 是錯覺嗎 感覺 地上的紅色鈴料 是按照什麼規律 所畫的 規律 讓我思考一下 這種謎題 實在是 呃 霸門跟我現在是一樣是捕薩薩 看不懂到底是什麼意思喔 我還是不太懂欸 不能直接彈鋼琴 再拉一下開關看一下那個會變嗎 剛才是什麼聲音 喔 應該是箱子 試試看 我覺得應該是箱子復原按鈕 再試一次喔 果然沒有錯 這是箱子復原按鈕 然後 現在重點是 我們要釐清楚 這下面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回去找一下小 看一下好了 咦 小不見了 而且花又被擺回去了 學姐 學姐 喔 又講一樣的話 學姐你可以陪我進去看一下嗎 我有點不太懂 那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呃 呃 六點 零五分 一 三 二 三 一 二 一 三 一 不對不對不對 條線 三點 等一下 線有幾條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條 實在不是很懂 這到底是要表達什麼意思 我覺得這個地方的解謎實在是有點 有點操作我腦袋附和 呃 相信看這種的BOB一定在想說阿神怎麼這麼笨還沒有領悟對不對 但是我是真的想不出什麼東西 如果 如果 有跟我一樣想不出的BOB的話 現在的 煩惱應該 跟我一模一樣對不對 所以我決定 我應該 上網去求助一下 這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 我要去 偷偷看一點東西 呵呵呵 噓 你不說我不說 沒有人知道我去偷偷看東西 我們等一下回來 see guys 嘿 等一下我們又回來了 我終於看到一點小小的眉頭 但是我沒有把整個全部看完 因為我看到了一個關鍵字 各位BOB們看一下這個東西 我一直以為 這是三點的意思 但是大家注意看 這是一個 呃 這是 你的手錶 如果是電子錶的話 你會發現 這是一個數據 呃 Digital的那個8 然後這是點點 8點 然後 88 這就是 呃 電子錶在你重新開機的時候 它是一個完全reset的中通效 所會出現的樣子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調成6點05分 然後我還看到一個小小關鍵字的東西 呃 網路上有人說 這個傢伙 應該就是 三本愛子 他是三本愛子的怪物 他說 每天早上我都是 伴著6點05分 從隔壁傳來的鋼琴聲起床 而彈鋼琴的那個人 應該就是小島人了 所以 為什麼他想殺小島人 而且 算了 如果我直接跟他對話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床上有一個人形 黑色的影子 似乎沒有注意到我的樣子 好 所以6點05分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把這個調成6 調成6的話應該是這樣子對不對 這樣子是6嘛 所以我們要把這一格遮住 就是6 好 我們先把那格遮住好了 啊這真的沒有提示的話 我怎麼會知道這是電子錶 真的需要很大的繪根才可以看得出來 對這是6 6點 然後 這是 0 0的話中間要遮住嗎 我們試著把他遮住看看好了 要怎麼讓他過來呢 這樣子 對 這樣子 嘿 嘿 好 0 5分5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要遮住這個點跟這個點 這個點跟這個點 好 然後 是要不要把 箱子 唉唷 有手印了 推過來 嘿 再從這邊 推過來 之後再走到這裡 呃 讓我思考一下 是這裡嗎 對不對 是要推到這裡 然後 再把這個推過來 我覺得如果這邊 能夠再提示說 這個長的其實有點像電子錶的話 其實會更容易 所以 就是 也不能說更容易 可能是因為我會根真的不太夠 好 不能這樣子 要先再把他往下推一層 嗯 就是 更容易明白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6點05分 這樣子應該可以 我存個檔好了 需要做點什麼 寫個記錄 我們 我們是在第一個存檔 之後 我們再去彈個鋼琴好了 希望沒有調錯 稍微 彈彈看 好的 6點囉 你不要亂來 6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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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還是這樣乖乖地坐上去 我會不會 拿著剪刀出現在我身旁的黑色人 似乎對我 失去了興趣 看他逐漸走遠 我稍微鬆了一口氣 黑色的人 前往墓地的地方 是放在角落的一個拘束椅 彷彿 舊親架手一般 他順手地就扣上椅子上的皮帶 因為似乎感覺到了什麼 我下意識別開了視線 接著 聽到 聲音 以及臉上傳來的溫熱 表示我的行動是對的 回顧頭時 視野中已經看不到那個黑色的人影了 是那種會墊墊人的椅子嗎 讓人看到不是相當的舒服 所以真的是6點05分欸 所以我們剛剛是 12點把他吵醒 難怪他會升起 噢 雕像的底座 OiNiONiO的寫著寫什麼字 這是什麼字啊 呃什麼梁 梁太 梁太不是 不是 不是才從貓館逃脫嗎 他的幸福故事就在這邊GG了 被圖丁刺重 因為傷口感染 死於破上風 那個字是念陸奧良太是不是 啊 而且喔 這些是體育部接下來要展開的活動 啊啊 你這個學生會長還真是辛苦呢 我 學生會長 不行不行 還是什麼都想不出來 OK 我覺得這集Episode差不多到這 這個謎筆實在是非常難解開 如果 他能夠在中間加一個小小提示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 會再蠻 就是 蠻順暢一些 嗯 OK 我覺得這集Episode差不多到這 如果Bob們有什麼小小的評論 還是有什麼想對我說的話 都可以留在下方的評論 我會抽時間去看一下下方的評論到底寫了些什麼 咳咳 然後 照往常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點准下降跟喜歡 在左上角訂閱 隨時訂閱影片頻道 隨時觀眾的騙動態 我們下一集Episode再見囉 see you guys byebye 不要踩到土地了 就算踩到了也要去打破上風 不然會像狼太一樣 see you guys byebye 好壯觀的感覺喔 所以這是一個Happy Ending喔 不要再放了啦 你們國家錢太多了喔 真是夠了